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莫娜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是早上8点多 今天真的是有史以来我起最早的一天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马六甲那边 算是马六甲一日游吧 但是是顺便去马六甲那边玩 主要还是陪正秋宝去那边谈一点东西 其实之前我已经去过几次马六甲了 但都只是去吃了一点东西就回来了 这一次又去那边 我就在网上有看到他们有去穿那个凉热服 我觉得好像不错 因为也算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特色嘛 我来这边这么多年也没有去尝试过一下 所以等一下我们除了会去打卡一些好吃的 还会去试穿一下那个凉热服 然后现在呢我就是准备要化一个妆 主要出门 去马六甲一定是非常晒的 我每一次出去忘记擦防晒的话 回来都会被晒伤 所以我今天一定提醒自己一定要擦防晒 紫外线呢是我们肌肤衰老的主要凶手 不擦防晒老得快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今天一定是晒很多太阳的 所以我要多擦一点 然后这一次的防晒我用的是这个 Skin Aqua UV Brightling Moisture Gel 我是在那个瓦森买的 我觉得这一款防晒呢真的是小资女孩必入款 它也不贵 然后它的这个SPF是有50加的 PA值是高达4个加 而且它这个很好推开 成膜也挺快的 上手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流动性非常的强 而且很好推开 然后一点都不会死白 是很自然的那种白色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上脸的这个效果 它是有点提亮 然后均匀到肤色的 重点呢是它还有一点遮瑕的功能 如果你的脸上有一点点那种稍微的小雀斑的话 它还是可以遮住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不想化妆出门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防晒特别适合作为一个底妆出门 因为它是有一点遮瑕效果的 而且像我们这种经常按手机电脑的人 他还可以帮我们防蓝光 今天呢我们是要去马六甲那边 算是一个户外活动 它还可以帮我们抗污染和看UVA 就我们的皮肤就不用受到 类似PM2.5等微污染物的那种侵害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防晒呢 是不含任何酒精色剂香料矿油物的 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明天也是可以使用的 好了我现在就是要快速的化一个妆 然后准备出门 粉底液我还是用到的这个Dior Forever的这个款 然后这款粉底液的持久性也是非常的强 给你们看这款防晒 它完全是不会影响我们上底妆的那个颜色的 有一些防晒我用了过后 它就会导致到我很卡粉 这个完全不会 因为它很轻薄 好了我现在的底妆已经上完了 这一款防晒呢它真的是完全不会影响我们任何底妆的 因为我之前用的有一些防晒它是那种有颜色的 就会影响到我们底妆的颜色 还有一些就是太干 会导致到我们上粉卡粉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上脸是很轻薄附贴的 然后眉毛呢我都只是带过因为我有纹美 最重要的呢还是要上一个这个散粉 散粉我还是用的这个花锡子的 上了过后呢就感觉好像磨了一层皮 看起来皮肤会好一点 好了 最后一步呢就是涂这一个腮红 这个腮红呢我觉得是很好用的 它是这种气垫的 我用了很久了 差一点点就好看起来会比较有气色一点 口红呢是我之前已经涂了的 换个衣服就可以出门了 好了我现在已经换完衣服了 然后上面就是穿了一个绿色的小吊带 下面就是一个牛仔裤 今天是配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包包 就是粉红色的 因为这个包包我平常呢也不懂要怎么配 所以这一次看这个绿色还挺搭的 就这样穿出门 我们现在到马六甲了 今天呢就是阿公会带我们去吃一些好吃的 然后他有拍YouTube 你们可以去他的那边看 现在呢是早上11点 然后现在是要去吃那个鸭面 我们来马六甲这一天我不用拍vlog了 我开始享受我的人生 哦就是这一间 他那个人第一天看了 很紧张 看起来还不错 加了一点鸭肉还有那个卤蛋和卤豆腐 哈哈哈 这两个人来到马六甲然后他们要去买那个彩票 等一下如果中了的话我们直接就包机飞于中国吧 对 嗯哈哈哈 可以买一下 哈哈哈 这一间的话里面很厉害一样 哦 叫机场节啊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找那个 酿热服的店 等一下在里面 我试穿那个酿热服 我们现在到一半的时候看到 这里应该是装车 哇 去鼓励一下 有黄装 感觉我们每一次出来都会遇到车 对啊 好了现在我们去那个凉热服的店 对 这条今天没有到非常的晒 可是还是晒 哈哈哈 你在讲什么呀 可是没有到很晒啊 其实现在这个天气没有到太阳很大嘛 啊 你看我头发是绿色的 对 还有脚带绿毛 啊 哈哈哈 其实我之前有来过几次马六甲的 但是我都不知道有凉热服这个东西 所以也没有去尝试过 这一次下来就想要去尝试看一下 反正挺好玩的感觉 所以我突然间要穿这个东西 因为 那会比较cosplay的感觉 哎呀 怎么老提到这些东西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出来 去哪里都是吃东西 然后谈工作 就很闲 我们可能去到一个地方 去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店 打卡一下啊 会比较 比较丰富 嗯 感觉是完整 嗯 应该是吧 现在走着去那边很远 哦 是这一间他们找的 它是有娘热服的 我进去看一下吧 哦 进来啊 别进来 它这边还有这一种葡萄的 这个传统的白色 是白色 白色不错 嗯 哦 黄色也不错 OK 我们就选黄色吧 可以粘着呗 现在我要给你征求保学一件 然后我们刚好就可以拍那个情侣照 做一个纪念 然后六甲一日游 我觉得这一件不能喝吗 可以吗 可以啊 我都可以 我看到我的屁股好像很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装饰啊 就是很 天天啊 要贴室 就是很贴室 现在美女要出门了 哈哈 哎呀 我有闪耶 哎呀 我走路很不习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说很隐私 我就走路 哈哈哈哈 我们要站在马路中间的 好啦 我们现在拍完了 哇 这个大船 大船 大船 然后我们拍了三个地方 若得要死 全部人都盯着我们看 全部人都是这样拍的嘛 你觉得自己很红很多人看着你呢 啊 没有啊 现在我们先回去还那个衣服 这样的衣服真的是 是你买 哈哈哈 她刚刚硬硬要多拍几张 她讲要赚回那个钱 我要赚回那个view钱 OK 回去还衣服 好 那应该不要跟你拍 因为她是女生嘛 不好意思 她那边 她那边没有在汉堡牌 我们拍完那个娘惹服 然后要继续去吃东西 打卡这边好吃的东西 他们讲这边有一个很好吃的辣 老干辣辣 诶 辣干辣辣 哦 辣辣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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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车 看车 哦 我不期待 给你们看 在这里 我帮他们打一下广告 我不用你打广告啊 哈哈 怎么 还有人不懂啊 我要试试这个 这个是非常好吃的 炒萝卜糕 哦 炒萝卜糕 老板两餐大了 腰蛋 辣小腰 它是在这种小巷子里面 这一间很出名吗 这边的桌子全部都是他们家的应该生意很好吧 你们要帮我吗 然后呈萨维亚的顶 超好吃 我觉得我睡得很好吃 这个是刚刚的那个萝卜糕 很好吃 这个就是他们讲很好吃的 还有这些海鲜 可是就是清水煮的啊 它就比较深 它的味道比较鲜 本来是想要试一下的 然后我看到它里面就还有那种写 我实在是不敢吃 还有那一坨是屎吗 你看这三个人吃到津津有味 然后我们三个 我们全部吃 你们坐在那边看他们 毕竟对人生有什么期望那种 我是讲生活在这里 等你们咯 我们全部人等你们咯 等你们吃完咯 你们好意思的话就再吃慢一点 下车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抽烟的 拿出来 拿出来 那只手 哇 你当我是XXX吧 我们现在 不用吃不饱 又要去吃了 又饿了 不是吃不饱 因为不可以只是我们三个人爽罢了 他们三个人又没有吃什么 走啦走啦 去吃什么 好烦死啦 一直要按我的奶 有冰啊这个 这一间 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 看着整个人都飘了 这一间是吃什么呀 这间是穿半鱼1999 我问你吃什么 我问他吃什么 他讲穿半鱼1999 哇 这个鸡 叫太多了吧 可是看起来真的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然后我最喜欢吃的这个鸡粒饭 我也不懂为什么它捏成一坨 我就觉得很好吃 谢谢你请客 谢谢 我讲谢谢啊 我讲谢谢啊 我们吃完饭了 然后今天一整天就是吃 喝 没有喝 现在我们要准备回去 不冲啦 好累哦 要回到现实的生活 快乐时间过得可别快 又是时候说败快的 你怎么这么多话讲啊 YouTuber勒 一只YouTuber 好了终于到家了 现在到家已经是晚上了 因为刚刚从马六甲回来的路上 就一直塞车一直塞车 今天晒了一整天的太阳 我觉得那个防晒真的挺好用的 一整天下来我的妆容就是完全没有一点粘腻感 而且完全就是没有脱妆的感觉 然后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去洗个脸睡觉了 先洗一下手 我刚刚手上也是擦了防晒的嘛 用普通的肥皂就可以洗 然后如果你们平常没有化妆 只是擦防晒的话 洗面来就可以洗掉很方便 给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已经卸了妆了 我就是晒了一整天下来 然后马六甲晶片的太阳还挺大的 然后我晒了一整天下来 卸完妆过后 脸部是完全没有泛红的情况的 没有晒伤也没有过敏 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用的 而且它也很评价 理解给你们啊 其实我很久没有这样出去一日游了 就是这么放松的一日游 跟男朋友一起出去打盘 一些好吃的店 还有诗川那个娘惹服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希望之后呢 我也是可以跟我男朋友一起 多安排一些这些一日游啊 两个人出去玩 或者是跟一般很好的朋友 一起出去玩的这种活动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然后今天的影片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 分享 留言 按赞 还没有关注我爱情的话 记得要去关注一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